欸 爸 回来了 花花呢 在屋里 老婆 你怎么整次喜欢一个人待在房间里 老公 要不我们搬出去住房 为什么呀 我们跟爸爸住在一起不是挺好的吗 可是我 快出来吃饭啦 走吧 我们先去吃饭吧 花花 你可以吃了 妈 我不喜欢吃 你是不喜欢吃辣的吧 你如果不喜欢吃辣的 跟妈说 让妈下次不做就行了 怕啥 咋把妈一骨是外人 阿远 听花花说 明天是你丈母娘 我生日了 你陪她回去 多住几天 为什么要多住几天 叫你多住几天 就多住几天 好 我回来了 好了 好 昨天有水果 你们先吃的水果吧 花花 你看你像什么样子 花花 你看你像什么样子 没事 可舒服了 来 你也躺一会儿 啊 妈在呢 我躺着不肯死 怕什么 你在家不也这么躺吗 来 你也吃 妈看着呢 这有什么样子 妈 我来帮你 咦 云云 你今天可不一样哦 平时在家里 可不是这个样子 妈 跟我来吧 妈 我来 妈 妈 你今天这个红烧肉 我好好吃 我明天还要吃 别换他 别换他 我还烫 小丛 你也过来做 吃点东西吧 妈 不用了 我想回房间休息一下 嗯 你去吧 哎 老婆 我们先回去吧 啊 前中两天 不多住几天吗 先回去吧 我也话对你说 老婆 我们帮助去自己住吧 不可以找爸妈住在一起 为什么 你之前不是不愿意搬出去住吗 看来这趟娘家 你们没有白回啊 爸 我现在终于明白 花花为什么喜欢一个人 待在房间 我陪花花回娘家住的这两天 我深刻的体会到 女人在婆家 与公婆住在一起 那种不自在 压抑 寄人一下的感觉 只有回到卧室的时候 才感觉到 有自己的空间 你知道就好 现在有很多媳妇啊 不愿意和公婆住在一起 不是她不合 也不是不相信 而是她的生活法式不同 生活在一起 总觉得有约属感 那衣服都买了两天 会被疏 那衣服都买了两天 饭吃了剩下的 会被疏 马上出门 死回来一点 也会被疏 总之她必须 小心翼翼的生活 这些都会给她男人一些压抑感 所以俗话说得好 你愿意跟公婆住联居 也不愿意跟公婆住一起 也不愿意 其实啊 我早就给你们准备好了 来 拿着 这个 十分外摊给你们 你要买的款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